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陈兴娜 大家都叫我雅琪 我来自北京 今年33岁 我是一名双耳极重度耳龙患者 我得听你在2010年和2020年的10月份 分别做了两次耳窝手术 现在我的两个耳朵都能听到了 其实如果你不做这样的介绍 我们是感觉不到的 是天生的吗 不是 我是在2001年的时候 那一年我15岁 当时是夏天 然后我觉得浑身发冷 一直在哆嗦 然后我就拿出了冬天盖的 那个厚的棉被盖上了 等我睡醒了以后 我觉得有点饿 我想吃点东西 吃进去第一口东西的时候 我就开始狂吐 单吃都吐出来了 后面我就处于一般昏迷的状态了 然后家里把我送到了 乡村的一家医院 就这样给我打针打了三天 三天以后 黄黄后看到有医生和我家人在聊天 但是我就是看不清 我想坐起来 看一下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但是我发现我的双腿怎么动都动不了 没有任何的知觉 不光如此 我的视力看他们都看不清 然后过来一会儿 医生和家里人看到我醒过来了 就走过来跟我说话 我才发现我是真的听不见了 我当时就已经听不见了 对 听不见了 他确诊了吗 后来家里就把我转到了天津市医科大学总院 给我做了三次那个穿刺 穿刺手术 脊椎穿刺 对 脊椎穿刺 那么长的针 从我后面穿进去 我当时都能感觉到那个骨头 直压直压地响 非常的疼 定是我把我自己的嘴唇都摇破了 当时我就有一个念头 我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 这样的话 我的听力 我的视力 我的腿就能很快恢复了 所以就是忍着 是 忍着疼 对 后来他诊断的是脑膜炎 住了四十多天医院 后来我的腿 还有我的视力都在慢慢恢复了 然后我就出院回家了 但听力没有恢复 没有 那当时听力是已经受损到什么程度呢 医学上来说是120分贝 120分贝就是 就像飞机的发动机的声音 那么响 我都听不到 就是极重度了 一点点的残余听力都没有 几乎是什么都听不到了 听不到的 那一下子 十五六岁是花季的少年 然后一下世界就变成安静的了 那还能正常上学吗 不能 当时就休学了是吧 是的 哎呦 那这个 去适应这个 没有声音的世界 对所有人来说都特别的难 半年的时间了 我基本上我不愿意去见任何人 等过了半年以后 我的同学过来找我的时候 我跟他们聊天 他们特别的惊讶 他们说你的语言怎么退化成这样了 那个时候我说话 他们就是几乎听不懂了 而且我现在回忆了一下 我当时在天津出院以后 医生一遍一遍地交代说 一定要多说话 很重要 每一天必须要多说话 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 就读报纸 读课文 练习说话 我当时并不理解 没在意啊 对 因为其实你听不到声音 是的 你自己说的声音也听不到 对 如果再不说话 对 语言功能 说话功能就会退化了 对 也就是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人时间长得不说话 语言真的是会退化的 你这半年都没这么说话吗 几乎不说话 就是说 家里的时候说吃饭了 然后我就吃饭 其他的时间几乎是不说话的 因为有一件事 让我有一点心理阴影 就是我那个时候听不见以后 我尝试着去跟外界沟通 但是我忽略了一点 就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有难心的 一遍一遍地跟你重复 然后我就根据他们的口型 来识别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但是很多时候 我都猜错了 我猜错以后 他们就在那里一直笑 他们每次笑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刺痛 我觉得 不行 我不要再说了 我一猜错了 你们又笑 所以我就拒绝跟外界沟通 那个时候就没有想过说 佩戴助听器或者是人工耳窝吗 那个时候家里带我 去了一家助听器店 就是佩戴了当时最大功率的助听器 但是戴上以后 我听不到任何声音 助听器一点效果都没有 是的 回家以后我就想不开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念头 我就觉得不想活了 去买那个安眠药 一把就吃进去了 当时家里没有人 我知道他们都出去了 所以我才把这个药都吃了 吃完以后 当时 后来的事情 是我妹妹告诉我 我已经不知道了 然后我妹妹说 回来以后发现 怎么叫都叫不醒我 然后家人就赶紧地 把我送到医院 但是那个时候 我都没有心跳了 到了医院以后 医生给我各种洗胃 对 做各种各样的治疗 后来医生就说 你来的太晚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就开机了 我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那一天 但是那一天特别地绝望 为什么呢 因为开机以后我听到的所有的声音 那种声音就是 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看过 黑白电视那个雪花的声音 刺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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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全是那个电流的声音 不管是人说话的声音 还是周围所有的声音 我听到的全是那样 那这是手术失败了吗 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到家以后 我又问了就是做过这个手术的朋友 我问他们 为什么我会听到的声音是这样的 然后他们告诉我 这个是正常的 我们刚开机以后 听到的声音也是这样 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的 三个月以后 我发现周围的声音 慢慢地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熟悉 我才知道 原来人工耳卧 它是需要一个康复期的 所以你这样一说 那三个月的就是修复期 也挺难熬的 很痛苦 其实这三个月 因为耳边听到的声音 都是特别奇怪的东西 对 都是噪音 所以那个时候 我刚做完手术以后 当天我家里就给我打电话来了 胃下给挂断了 他们当时就觉得 你做完这个手术了 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呀 我后来给我爸 发了一条短信 我告诉他 开机以后 不能马上听懂你说话 但是他不理解 他就是觉得手术失败了 后来我慢慢地 给他讲了一下 慢慢地也能理解 那就三个月之后 可以听到声音了 那你的工作啊 生活就都会发生变化了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应该说 慢慢地又回到从前的我了 人家说这个 开朗地爱笑的女孩 她会有好运来的 是的 你的好运气来了吗 算是来了吧 你知道我在问你什么 对吗 后来就认识了我老公 赶紧把雅琪老公请上来吧 有请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家宾好 怎么认识的呀 先生 当时是 当时是那会儿流行一些网上的那个婚恋公司 它会免费给你叫一个邮票 然后互相之间就可以联系一次 就一次一个人 对 就这一次 对 就遇到雅琪了 对对对 然后我就那个在搜索了一些这个觉得自己中意的 然后就发了一个邮票 结果就遇到了我爱人了 这雅琪当时也是有生世界到来之后 也开始想着要成家了 对 也有这个想法 所以到网上相亲了 这是你第几个相亲对象 就一个 你俩都是一个 就一个 然后就彼此认识了 对 这是缘分 其实我有个问题 特别想问 我老公我没问过她 赶紧问 还有问题呢 当时我在那个网站上 我特意写了 我体力不好 那个时候你看到以后 你没有 你又没有想过 这个女孩是一个残疾女孩 为什么把这个邮票给我了 当时我是特别了解 什么是那个人工耳窝 就是我也理解成 就是做完以后 可能就和正常一样 对 差不多了 然后一看照片挺漂亮 对对 沟通了一段时间 决定线下见个面 结果她当时住的地方 就在我住的地方 一个是同一个小区 这么巧 当时她正好在康复期 然后我这边就 正好可以帮着她 那个康复一下 不得你第一次见面 她说话有现在这么流利吗 没有没有 我也以为是外国人 你学一下当时 雅琪是什么样的腔调 你好 我学不太像 她真的特别有耐心 就是对于我来说 那个时候说话 经常是需要重复的 但是那个时候 她重复一遍 我听不懂 她能给你重复上百遍 那真的是不容易 这个是比较 让我感动的一点 雅琪爱人 是一个脾气非常好 非常有耐心的人是吗 还好 算是好 还是只对她是这样 对她就更好 所以你们恋爱了多久 我决定结婚的 现在大概一年时间了 从结婚到生宝宝 这个时间算是 真的挺快的了 孩子几岁了现在 八岁了 都这么大了 对 婚后生活一帆风顺吗 怎么顺呢 日常生活算是比较顺的 但是因为听力上 还是有一些不顺的 我记得有一次下大雨 她在加班 到家那个时候 大概十二点多了 对 但是我睡着了 我听不到窍门了 我耳窝没电了 等会睡醒一看 已经四点了 我砍了七十多个 未接电话 然后我赶紧地把门开开 她全身都湿透了 坐在楼道里睡着了 赶紧地把她 拉回家来 她第二次就发烧了 其实这种事情 遇到了三次 还有一次她赶飞机 不是 这怎么老公 听到这儿哭哭了呢 是 我觉得就是 不容易两个人 能走到现在 互相依偎着 是 是 一定必须得互相理解 我一开始以为 我开门以后 她会把我屁头盖脸的 一顿马 甚至会朝我发脾气 但是没想到 我开门 她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 哎呀 媳妇儿 你总算醒了 当时也是特别地感动 因为她在楼岛 已经冻了好几个小时了 没想到她也没有生气 当时也特别感动 其实这样一个故事讲出来 我们听着觉得 就是婚姻中 可能最普通的一件小事 可是你们两个都会 红了眼眶 是 就是彼此对对方的珍惜和看重 可想而知 婚姻也有九年十年的时间了 是吧 对 已经马上就快十年了 对呀 真好 这个公公婆婆会帮你带带孩子吗 公公婆婆在我孩子刚出生第一年的时候 也帮我带了一年 后来我觉得还是自己带更方便一些 老人住在一起 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吧 然后我带孩子的这个过程 我的耳窝是24小时都要带着的 因为我把他摘了以后 他晚上可能要 他把我耳朵听不到 对 可能会听不到 那个时候我带着耳窝睡觉的时候 他经常会隔得把我腾醒 而且他这里面 他是有一个磁铁 有一个植入体的 而且长时间和头皮吸在一起 也会严重地 可能会发生一些感染什么的 所以我就趁孩子白天睡觉的时候 赶紧把他拿下来 让他透透气什么的 这个过程真的当了妈妈 还是不容易 比其他的母亲 可能要付出更多一些 每个妈妈都很辛苦 那可能雅琪付出的要更多 所以孩子长大了 也能当你的小助手了吧 对 尤其是外出的时候 抓住他的小手 你要替妈妈听了点 如果别人跟我说话 我听不懂的时候 你要给妈妈重复一遍 他就知道 每次别人说完以后 他再给我重复一遍 让我听 因为我对孩子的声音 比较熟悉 他说什么我都听得懂 所以说在现实生活 这孩子就像我一个小耳朵一样 那这孩子生了 小家庭也挺温暖的 自己的事业呢 我现在在参联工作 关于人工耳窝科普方面的 还有推动一下 关于人工耳窝方面的政策 那这个工作太有意义了 对你和对这些 需要人工耳窝的人来说 是的 很多的学校 他可能会拒收耳窝宝 就觉得这个设备这么贵 如果我们学校 不小心给弄坏了 丢失了 我们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正常孩子的家长 可能看到这个设备这么贵 他们会让自己的孩子远离这个耳窝宝宝 然后被疏远的这些耳窝孩子 可能事件常能会产生心理上的自卑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科普一下 尤其是幼儿园 小学 中学 你可以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外挂机什么样吗 如果我们捡到啊 对对对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对的 对的 然后这个设备它和助听起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会有一根线 然后这里有一个磁铁 是和里边吸在一起的 是的 然后我给大家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 就会吸上去了 对 然后它都不会掉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通过手术 会有一个磁铁 是不是很神奇 很神奇 然后就是这样放 不会疼吧 而且很有科幻感 请订阅您的介ards 我介绍你